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BOB Channel,我是Kevin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在我身旁這兩把 Grashe Loot G-MX MS 和 G-East Blue 今天這個影片是本頻道的第一支BASS介紹影片 這也是我第一次介紹BASS 所以要是我說的不夠好的話,也請大家見諒啦 這次的兩把BASS G-MX MS 和 G-East Blue 在外觀上看起來基本上都是J-BASS 但這兩把其實差異蠻大的喔 我們先來看看粉紅色的這一把 G-MX MS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的Scale 型號裡面的MS指的不是剛戴的Mobile Suit 而是Medium Scale 也就是它的有效懸長是比較短的 一般BASS常見Scale是864mm 而這把則是813mm 所以相較一般的BASS來說 它就比較小隻,Neck也比較窄 對於年紀比較小或是初學BASS的人來說 彈奏練習上的負擔就會減輕很多 Older的Body配上Hot Maple的Neck Purferro的紙板 以及22格的Freight Ball Down的琴聲結合方式 跟電吉他一樣都有做這種斜面切腳設計 兩個可以個別調整Picca輸出的音量鈕 以及一顆Tone 鈕 它的裝旋方式有兩種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設定 選這種貫穿琴聲的方式 或是要從Bridge正下方直接穿過來的方式 接下來是這一把Easter Blue 它是日本龐克樂團 04 Limited Sazabi 備手的簽名琴款 那簽名琴款的琴配置通常都會比較特別一點 以這把琴來說 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它只有一顆總音量鈕 沒有那些它用不到的Tone或是Blender設計 另外像是黑色橫條的音類 以及這個透明電路式蓋板的設計 也都很好看 Older的Body配上Hot Maple的Neck跟紙板 Scale就是比較常見的860mm,20格的Frit 這種粉藍色的塗裝非常的耐看 就算不彈放在房間裡當裝飾品 也很不錯喔 它的裝旋方式也跟剛剛這一把一樣 有兩種可以讓使用者自己做選擇 那接下來因為我不會彈Bass 所以就請來我的團員Jack來幫我做示範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看這兩把音色吧 說明給我聽聽看 就算不給你聽看 聽聽到聽聽就提了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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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對今天的GMS MS和G East Blue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台灣的代理商海國樂器做詢問 看看有哪裡可以試彈以及購買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也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裡是Bob Channel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